比较知道说你到底最后要什么东西 这个plug我觉得是比较必要的 其他的话我觉得 你如果暂时不想知道太多plug 不然你就平铺直去 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说真的 暂时尤其是写程式的这部分 他其实也 我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样暂时就蛮够 95%以上的需求 如果有需要什么样的提示语 我们再把它加一下 让它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 待会我们至少要学会什么 学会怎么开这个网 然后log in 之后 然后跟他对话 版本部分的话 目前我想我们还是先用3.5吧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plus的版本 要花个钱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经验 因为在Python跟Excel之前 其实会有一些应用 因为如果像我们要把资料放在Excel里面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Excel VBA的撰写经验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Excel里面你如何存取Excel 那你必须要知道Excel的它的架构 比如说它最外层的 它的VBA的A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叫它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本身 所以如果以阶层来看最上层是Application 你们在使用Excel 再来往里面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还有什么 在里面嘛 里面不过还有什么 看到的就是纵向的话叫Colins Colins中文叫蓝 那横向的话叫Raw Rawes 然后一个范围的话叫Range 那一个储存格叫Sales OK 那这个概念无论是VBA也好 或者是Python也好都一样 所以你要因为你要放资料 你要先跟它讲说你要怎么放 放哪里 对不对 那你就要知道说我要放哪个Workbook 然后哪一个Worksheet 然后放在哪个地方 它就帮你把资料放在那个地方 那将来的话存档之后 那个User端它看到档案打开来 就是它要看到的结果 OK 所以无论是VBA也好 或者是Python程式也好 那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 OK 哪怕以后如果你用其他语言写 也都差不多 概念都差不多 甚至如果你要用云端 VBA也这样对应到Google Google的 它有一个叫GAS 叫Google的Apps Squip 这个GAS指向就是Google 试算表的VBA版本 OK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Google不用VBA 不同公司当然就不同语言 OK 就像你说你在台湾你讲的语言 你不能说你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样的语 OK 就像我看那个网络有一些影片 就某一个强国人跑到日本去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样的语言 你为什么不讲那个语言 对不对 然后骂那个店员 那个店员就一头雾水 为什么 一样的道理 你不能强迫 所以一样的道理 像Google的工作表 Worksheet其实也蛮多人用 但是很多时候你说老师那我也许只会写VBA 假设 那我不会写那个GAS怎么办 很简单 对真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本来我教VBA 但后来我教GAS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也没把握 然后想说我试一下 简直惊呆了 写出来而且还真的可以弱 而且还没什么bug OK 然后我觉得太好了 我可以完完整整把我以前上过的VBA课程 全部转成GAS 不就两三次就搞定了 真的我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 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夸张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些经验 我也比较知道bug可能会发生在哪个地方上面 就把它解掉 本来感觉好像 因为以前假设说你要学一个新的语言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感觉有没有 突然感觉本来是从北到南 以前如果没有高铁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路途艰辛的 光要搭台铁已经很快了 可是还是要搭个五六个小时 对 可是现在有那个高铁 简直就是感觉像飞一样 咻马上就抵达 OK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真的可以善用这个 AI 帮忙 那其实当然跟各位讲一下 AI还不是只有帮助币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其他家也更厉害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个Google的GEM奶1.5 其实他也不遑多浪 所以如果你没有免费版 没有那个付费版 你可以试试看那个GEM奶 当然因为我们主轴不在GEM奶 所以这个我想你们有时间 就再试试看 Google里面应该有GEM奶 应该知道吧 没有 你就Google Google里面就有服务了 你Google里面服务 我看GEM奶里面看 或者你打个GEM奶 他这边就有GEM奶了 在这里GEM奶 GEM奶 GEM奶 OK 这个其实不会比较差 我试过有的地方还比较厉害 尤其是你要产生非常庞大的城市 这个会比较厉害 为什么因为他的Token 已经可以到达100万个Token 1.5 所以如果你的城市非常庞大的 他前提是非常 那你可能可以试试看 你觉得很难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3.5的Token数量 好像只有8000 8000 他已经到100万了 这个Token数量 其实是跟你跟 server之间的对话的一个记录 等于是有个RAM的一个空间 如果假设这个空间很小 他很快就忘记 就要重来了 reset掉了 OK 那当然 你说只有这个没有 其实还有微软也有什么 Copilot 应该都知道吧 现在Windows 11 直接就右下角的内建 点一下Copilot 跳出来 OK 那其实还有没有别人家 还有啦 还有像Cloud Cloud 3 这个是亚马逊的 也是啊 OK 而且各有所长 不是说你那个Copilot 一加就不大了 不过啦 其实 以目前写程式来看 我觉得Copilot 用起来还是比较顺 OK 因为比较全面 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应该跟微软收购GitHub 我觉得是一个 但他没讲 我查了半天我也查不到这个 到底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而且有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厉害 原来 他收购了 因为GitHub本来是一个开源的嘛 有没有 然后大概在十年前吧 我记得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心觉微软 这个手段实在是太奇怪了 原来他大概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所以你们查一下GitHub的新闻看一下 他微软收购 包了也蛮多钱的 好像几十亿美金吧 OK 所以他其实就具有一个很大的Big Data 因为你要让AI学习的时候 你必须有一个来源 不然没有来源 你说他怎么变那么厉害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学习 需求的话 大家好像都是希望协助 撰写Python程式部分 OK 然后其他大概都差不多 Excel 这个Python处理Excel四串表 好像大家还蛮难对自己 然后为什么来学 大部分好像自我学习 OK 那其实这个当然就是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待会帮我到云端上面 去下载那个就是我们的懒人包 那懒人包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建议我看一下 如果有D碟你就放在D碟 如果没有D碟 我想不然就 就是放在C碟也可以 只是C碟可能要改一下路径 因为我预设的懒人包路径 是放在D碟 是放在D碟 如果你放在C碟的话 你要改一下路 怎么改 我待会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有D碟你就放D碟 如果没有D碟你就放C碟 我直接移过来 把这个把它移到C的根目录 因为我没有放在C根目录 OK 那我放下来之后的话 我就这边有一个Python384 然后按右键解压缩就好了 直接解压 解压缩字词 你不要多一个目录 不要解出来有什么Python384 里面有Python384 那这样不行 因为多一层目录 你就是解压缩字词就可以了 是 解出来 OK 解出来之后的话 里面你们待会找一下 它有个目录 其实里面找到 主要执行档就Spider 我们就用Spider 当编辑器 它最简单的地方 就是直接打开 就可以Run了 所以请各位先完成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环境 只要解压缩 改一下路径 其实很快就OK了 那至于相关的讲义说明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一个单元 第一01 你把它打开 这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讲义 那里面我有稍微解释一下 那其实开发环境说真的早期 用了非常多 以前我比较写那个Py 写Java的时候喜欢用Eclipse 但是还要写C++的时候 那后来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用Eclipse加Py 同学光设定那个已经够简单 但是同学还是觉得设定很多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 它内建有一个Spider 那不然用这个就好了 我试一下 它的界面其实并不困难 所以它的路径是在Python384 底下的Scribers目录 找到这个叫Spider3 点两下 就OK了 不过前提是呢 你必须是在D点底下 OK 因为我是C 所以我待会跟你们讲 如果你在C底下 要怎么改路径 OK 这样如果你有D的话 你们就放在D就完全不用改 最简单 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